但也有其他地方在做動作 好像南美國總領事剛剛上場 已經有很多舉動 又出外巡邏 很多搞作 怎麼看呢 有沒有犯法 那當然沒有 沒有就真的可以 是不是 沒有犯法 他了解你香港的民情 但他要檢點的 我們在世界上 我不是演美國人 逢有美國人的地方都會亂 搞死棍 因為美國的政策只有一個 為何維持我世界第一的地位 就是霸主 所以 變成他的外貨的官員 他又是身不由己的 他全球策略委員會 整了些人政策下來了 你住南斯拉夫 住哪裏 哪裏 你要搞這些事情 不是他想搞的 不是他想搞的 因為這裏幕區很過癮 走來 堂堂總領事 拜神那些 不是他想搞死 為甚麼 就是他的任務 投實保佑 他的任務 就是要做搞死棍 但我們反過來看 他這個搞死棍 除了他要維持他那個世界一把手的地位之外 他都做到世界警察 如果你沒有他做搞死棍 那世界更糟糕 有些國家 不是國家來的 是爆地門做爛鬼的 欺負一些人民的 誰跟你伸淹 所以你作為地區政府 或者你香港駐港的官員 當然你可以做一個聲明 說他有做駐港領事的身份 他根據維也納領事公約 以及根據他美國和中國 簽了一份領事的外交條約 他不可以過界 他不可以做違反身份的工作 但是我們市民 不是說他勾結我們的勢力 現在世界是地球村 那你中國政府的江洛人內政 有沒有江洛人內政 有沒有賣軍火 有沒有做反應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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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這個世界 現在地球村 在普遍普世價值來說 有些不公義的事情 每一個人都是窮出聲 但你普遍人出聲 是沒有份的 他作為駐港總領事 如果看到一些問題 他出聲 香港人是不反對的 你中國共產黨更加不需要大大聲出來反對 你便有側改之無側加免 別人說你錯 你就糾正 那你國家便進不動 你昨天晚上 我會判為他 你趁未來 我會想說 有